欢迎收看计划 怎么又变这样 為什麼家裡又變這樣 地板都是書 怎麼回事 今天是Vlogmas Day 1 今年呢我決定要給自己一個挑戰 就是在聖誕月的每一天都update上傳一支影片 因為我覺得做Vlogmas可以做一個紀錄 然後呢也可以當作是一個陪伴大家度過聖誕節的一個很好的陪伴 那Daily Vlogmas呢因為一天拍一支片嘛 所以我做什麼就會拍什麼 我會盡量讓每一天都有一些主題 但是真的也會出現一些很日常的事情 比如說打掃一下家裡啊或者是說收收東西啊 反正就是一些很日常的生活 因為我生活就是這麼的無聊 Daily Vlogmas就是一天一支片嘛 那原則上呢今天這支片 今天是12月1號 今天這支片就會在12月2號上傳 那我會盡量在每一天的中午的時間點或是之前 就去上傳前一天的影片 但是因為呢我本人到目前為止呢 其實才剪了11、12支片 然後還是一個剪輯片的新手 而且呢我本身就是一個3C版 其實我現在用這個相機呢 是新的相機我買了DJI Pocket 2 現在可能沒辦法給你們看 因為他現在正在拍片 然後我昨天花了一整個晚上在研究 我覺得可能對很多人來說 我研究這種簡單的相機都很容易 但對我來說超難的 所以呢 我講到哪去了 好回來話題 就是說因為目前呢我對於剪輯軟體來說 還是很新手的狀態 很菜鳥等級的狀態 所以呢我覺得這個日更對我來說 會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我已經能夠預想到我整個12月 會有多麼的手忙腳亂 在這個剪片上面 我希望我希望我每一天 都不要miss掉任何一支影片 然後如果真的我剪不出片 也沒有辦法在9.12點之前上傳 也不要罵太兇 拜託你們就不要罵太兇 不會盡我所能 那我預計的話就是每一天呢 拍到晚上差不多9點多左右 我就會關攝影機 然後開始剪片 那可能會剪到凌晨 這個剪出來的vlog 可能跟我之前的影片就會不一樣 因為之前的影片就是花蠻多時間 在做字幕還有特效還有字卡 我在想如果真的每天這樣做的話 我應該就不用睡覺了 所以12月的每一支vlog 都不會有特效 會有音樂 但不會有特效 不會有字幕 這樣 那如果說未來有時間的話 我會再回去youtube補上這個CC字幕這樣 那我想這裡的未來可能就是指 2022年以後 或者是vlogmas結束 喔我剛剛是不是沒有提到說 vlogmas會拍幾支影片 我看國外的一些youtuber 他們一般來說就是 從12月1號拍到聖誕節結束 就是12月25號 所以呢總共會有25支影片 然後會從12月2號上傳到12月26號 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看看我今天有什麼行程 我早上起床會先寫這個flanner 看一下我今天要做什麼事 對… 當日是夸子 它會遇到 對… 好… 鬼溫師 比賽 好… 是… 其實結束 超ق渡一下 我們… 就要做好… 在這裡 可以加上 是 實際上 來… 你這次見了 太太太子 有問題 而且… 你這次見面 都是太太子 或日子 你被嚇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刚用天竹葵做一个香水调制的练习 一开始设定的是我想要调一支比较清新的天竹葵的香水 然后我里面用的是带一点柑橘调 所以我用了佛手干橙花 还有天竹葵再加一缕的玫瑰 闻起来就是相当的清新 有点空灵感 然后很透很透很清透的花味 然后带了一些些绿叶的感觉 就是一个非常清透的花香感 但因为我没有用很多定香剂 所以我觉得这一支应该会蛮不吃香的 我再想想看我要什么样的定香 才能够保持这样子的清透感 却又可以让香味比较持久 现在已经下午一点了 然后我今天早上到现在就只有喝一杯黑咖啡 都还没有吃过早餐 然后现在还蛮饿的 我想想看我要吃什么 我来吃那个六张梨肉包 这个六张梨肉包 这个是我在Costco 这个是我一通 去我男朋友的妈妈家里 然后他妈妈去Costco买了 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吃 而且重点是它非常的便宜 而且它的那个分量很大 我现在先把这个肉包拿去蒸 等一下给你们看看它很大一颗肉包 到底有多大 先这样子啊我去蒸肉包 蒸个30分钟 看一下穿的 在家里就穿它的水型 这裤子超好穿 这裤子是在淘宝买的 超舒服的 然后上衣 这已经N年前买 不忘记在哪里买的 然后像这样子 露背的设计 所以我里面还有穿一个bra top 穿这样很舒服 然后趁现在在蒸肉包的时候呢 我就要来收拾刚刚那些香水的原料 如果我不收的话就全部都被碎碎打破 我突然想到我是不是还没有跟你们提过 周末要去灌路山庄两天一夜 我是希望能够拍到东西 然后当日也可以成功上传影片给你们 但是我害怕说因为在山上 所以网路可能不太好 那如果网路真的不太好 我没办法上传的话呢 我可能就要跟你们请假一天或两天 或者是我可能会用其他的影片代替 那如果到时候看什么状况 会在IG再跟你们说 那如果当天真的没有上传影片的话 就很抱歉啦 因为网路真的不好的话 我们也没办法了 你们看一下水水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按摩椅 那为什么我要用这块布盖起来呢 我最近发现它会去抓这个按摩椅的皮 用这种皮质 它会去抓 所以我就用了一条布把它盖起来 我最近很喜欢这个按摩椅 你在睡觉喔 你在睡觉宝贝 你会不会冷 这个包子真好了 给你看一下 这么大颗的包子 这么大颗的包子 好像价格大概十几块 十块左右 十一十二块 很好吃 然后你会配辣椒酱 那我现在就在看 卡带森家族的那个影集 给你们看一下里面的肉 内馅 超大屠的肉 所以我基本上有吃这一颗 我觉得 怎么了 好嘞 吃吃在旁边 他一直想要吃东西 所以一直在推东西 你为什么要一直推东西 你已经吃过 你今天该吃的 你要控制体重 宝贝 嘴唇面超红 好辣 但好爽 你是不是放弃了 你是不是放弃了 没错 你需要饮食控制 很快 OK 我现在要来整理那个 上个月去上KCCA蜡烛课 的资料 然后要把这些资料寄给老师 让他去帮我申请证照 好 作品送出了 我的KCCA的证照板 是在殖民地上的 他的教室位置是在桃园 所以呢我当时是 从台北去桃园上课 他的证照班呢 总共上四天 我上的是周末班 所以我是两个周末的六日 都去上课这样子 上课的话 都是一整天的 我们当时上课呢 是早上十点半到 晚上六七点 那到什么时间点 就是看 那一班的学生的 学习的进度如何 如果作品做得快的话 或许可以不到六点 就可以下课 做得慢的话 也有可能到七点 KCCA现在有出 1.0跟2.0的版本课 我上的是1.0的版本 因为我完全就是一个 对辣才一点都不懂的 所以我上的是1.0 1.0的话就是会有 比较多 基本的一些知识 关于一些辣的知识 要拿到这个证照 除了要去上课之外呢 我们要拍作品集 给韩国的协会那边去鉴定 然后呢 他的作品集呢 目前是28个作品 然后里面会包括一些蜡烛啊 或者是模具啊 扩箱品啊 模具就像长成这样子 把这些作品的照片拍一拍 整理成作品集之后 寄给老师 老师会帮我们就是送去 韩国KCCA的协会去做申请 你们会想要看我做的作品吗 还是我明天来整理一下蜡烛好了 因为我顺便也想要把一些 我做的这些蜡烛的作品 送给朋友 当初是圣诞节 给大家的一些小礼物 我觉得在12月这个季节 真的特别适合点蜡烛 明天来打算来整理一下 哪些要送给谁 哪些朋友 然后也顺便让你们看一下我的蜡烛作品 现在准备要去运动了 穿这样子 外面还蛮冷的 所以我就穿了一件羽绒外套 然后里面穿帽提 然后里面是那个 运动的上衣 穿一个leggings 这样啊 准备要出门了 然后等下健身房应该不能拍 所以呢 运动的过程我就不拍啦 先这样子咯 那我们就晚点见 下一礼拜完了 然后呢 我要进来药局买那个 因为礼拜六的来天要去光路山庄 所以我现在要来买高山症的药 请问有卖高山症的药吗 请等一下去健保药局用用看有没有 可以领厨房签的那种 哦 对对对 谢谢 丁丁药庄没有卖 所以要去其他药局找找看有没有 我决定呢 先来边上店买一杯豆浆 我要等着男朋友来接 等下再一起去找找看有没有药房 买高山症的药 按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喽 明天见 拜拜